另外再带您看到加工去化的文丹佑大果 对于市场的价格稳定相对重要 而在花林县长徐真卫的见证下 加工厂商文丹复兴与瑞穗农会 签署文丹佑经由采购加工契约 期盼能够为文丹佑格外品找出到新的出路 那么促成文丹佑加工品朝多元化发展 文丹佑加工去化的文丹佑大果 对市场价格稳定相当重要 而在花林县长徐真卫的见证之下 加工厂商文丹复兴与瑞穗农会签署文丹佑经由采购加工契约 由县长徐真卫亲自见证 前来徐真卫表示 花林县每个农会都有各自特色迷人的地方 各农会将各乡正式特殊厂务发挥最大的价值 并将所有利得回归农友 这也是幸福的职责所在 让乡亲能够在安居乐业 同时也感谢农政单位以及民间企业 看见地方的需求 让农会能够在印尼清澳之后 有很好的产出和收入 在田间的管理作业 我们农友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的用心 还有农政单位的专心 以及技术专业的投入 让我们的农友真的如虎天意 也让我们所有的文旦友的品质 真的都是精品 样样精品 所以在这里真卫要谢谢农政单位 还有谢谢我们的企业 能够看见地方上的需求 而让我们的农友能够在一年的心情之后 能够有很好很好的经济效益的产出以及收入 也谢谢我的农业处吴昆如处长 真的在去年的接任到现在 无论是行销 或者是我们地方的产业的业业结合 还有商品化行销 这个线上线下 我真的要谢谢吴昆如处长的看见 还有社会所有的联系 我要谢谢各农会的理事长 常务监事总监事 理事长常务监事 全力的支持总监事 总监事全力的支持所有人 所有的产商办家政办公司 中央地方产业一起合作 这个所有的利益归归归所有的大众 所以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合作无见 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努力 大家一起来 现在学员表示花莲文单 用产量居全国知冠品质相当的稳定 因为花莲文单又所制成的文单又加工品 品质有保证 文单又加工品让原本的文单又的B2C销售模式 转换成B2B的销售模式 进而有更多不同的层次来运用 而在现场有乳香洗手乳洗碗筋等等 因为有好的农产品才会有好的农产加工品 其许外来有更多不同的花莲文单加工品 为花莲市场上打响知名度 今天就会订阅她的老 谢谢大家